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根本不可能买 再加上这栋大楼前身 正是1990年日本仅口真理子来台 造建车司机杀害歧视地点 地主之后卖给建商盖大楼 而以这栋物领23年的大楼 该楼层二拍底价由750万 下沙600万 而总建物面积40.48平 每平单价约14.82万 其他楼层物件实价登陆价格 也约500到600万元上下 在银行端是不曾做贷款的 只能够跟民间作与借款 那以投报率来讲的话 是非常不划算的 如果是以自助客来讲的话 是可以的啦 只是说在于心里头的因素而已 凶宅价格比起行情价 便宜三成以上 但也因为无法贷款 投资报酬率不划算 房仲认为凶宅并不可怕 但站在投资角度并不适合 下个月二拍 能否成功卖掉还是未知数 赛季网上宇宏树珠 探人报道 请留下来 请留下来 感谢观看